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Steven 学满学 今天来往旺角区 打算去买宝品、升砌和好景旅行 出发前就在这边找食物 途径这边看到这间叫纳子的日本寿司餐厅 这间餐厅在印象中以前的门面好像不是这样 我看到它好像装修过来 我印象中和这间餐厅都在这一段时间 所以就过来这边看看有什么食物 在门口看到很多寿司、散奶、午餐 又有家购的东西 其实好像都很灵活 而且价钱都很合理 也不是特别贵 记得好像在铜锣湾、尖沙咀、荃湾和黄角 都有四、五间 我印象以前经过铜锣湾 它都是站在那里叫纳子 这间餐是站在那里吃 但是我今天进来 全部是有位置坐的 看到我拍摄也跟我说 其实原来它们有两间分点 已经是有座位 可以坐下吃 包括这间旺角和荃湾 当它是普通的寿司餐厅便可以了 这间餐厅可能以前都是坐在那里吃 所以位置和空间的确是比较小的 这间餐厅大概是十个八个位置 最重要是看今天这里有什么吃 我今天主要就是 可能叫个午餐 和追加少少少的寿司 刺身自己想试下的食物 选择种类都蛮多 有普通散爱的寿司 还有我觉得挺划算的 就是一些午餐 所以我觉得它是挺灵活的 你喜欢一键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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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牆上都写着 吃满500元 还有100元的Q盘 所以这个好像也挺划算的 今天我就叫了两个套餐 可能叫了一个 特上北海道鱼山饭 和一个海胆寿司组合 我看到它在QR Code 还可以加购一些小食 我们就加了一个炸虾天婦罗 还有一个牛油果圆壳蟹卷 这两样的炸食物 加上午餐就加购 便宜过散爱的价钱 刚才老板也推荐我 试试白纸和秋刀鱼寿司 他说很多人叫的 我试试看它是否质素那么正 三多个月没来过这边 我都觉得这边的环境都会有点主面了 有很多小的餐厅 其实都有关门 或者已经是转了手 其实我觉得 未来可能放出去旅行 我想小店的经营环境 会比较困难些 好了 如果大家是新的观众 就说自己还没看过我吃喝门来的观众 记得按个订阅键 还有最重要是分享我的影片给你的朋友 等大家出来旺角 去找食物的时候 就多些不同的选择 这间餐厅真的比较逼劫 所以我都站在这里拍摄 放相机高一点的位置 才可以拍摄到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这个情况 第一份叫的就是一个套餐 一个午市套餐 特上的北海道刺身饭 它已经跟来的面糞汤 也挺大碗 还有一个太子沙律 我看到鱼山饭也挺吸引 上面有四款不同的刺身 每个刺身的份量大概三四片 这里就有些三文鱼 带子、甜蝦 还有就是一坨仔的海淡 总共有四款刺身 我觉得这个份量 首先都是适中的 我看到这个带子一搅起 都挺柔软的 还有特别一点 我看到师傅他今天都挺有心思 带子是有少少的甜味 所以吃进口 又有酸酸微微的 是非常之精神的 里面就是那个寿司饭 原来是一个好像的奥马卡丝 人家去做一个醋饭 它本身已经有个甜味在里面 饭粒 我觉得它做鱼山饭 这个烟能度都算是适中的 好香味 一碗碗的鱼山饭 其实我 prefer 比较温和一些 上面有这么多种鱼山 味道已经是很丰富 今天这款的调味 我觉得都算是合适的 今天这一件三文鱼 都挺厚切的 但是我略嫌它 其实未说是很肥美 不是说是腩胃的 但入口这款也挺滑 还有一个就是甜蝦 两只甜蝦都挺新鲜 都有甜味在里面 最后就是那个的海胆 不是说很多 但是我觉得它胜在 今天我试到这一款 它就没有怪味 电油味 很重 相对挺稳定的 即是跟鱼山饭一起吃 它的味道不会很突出 很强 但是同几款的鱼山 一起吃和饭一起吃 就很够 八多元的套餐 这个鱼山饭 我觉得都算是过关了 吉列炸蝦天婦罗 额外加构 有三只 它这只天婦罗 其实都挺大 而且一咬入口 它都是刚刚做出来的 都挺爽脆 而且不是说很油 第二份就是这个海胆寿司盛盒 这份是比较特别的 它有五件的寿司 它亦都包在汤和沙律 每样都有海胆在上面 而它中间的材料 就会有不同 分别是有些蟹肉 左口鱼 是直销过的 还有些鱿鱼 还有个田虾 几五款全部都是不同 试试两款 不如分别是左口鱼 它这个是直销过的 令到鱼油迫出来了 它加起来 海胆在一起吃 就很滑 而且你会感觉到 鱼油香有多重 味道和层次感 是挺浓郁的 另外我也试试了蟹肉 以分量来说 其实都挺多 蟹肉都挺软绵绵的 不会很冰 冰住那只 蟹肉的鲜味 隐约慢慢发不出来了 其他几款的海胆寿司 其实都算是新鲜的 另外这一份 我们也加购了 就是一只牛油果圆壳蟹卷 同样用了一只赤糙米去做 很喜欢牛油果 很多层 它的材料就会多些 味道很丰富 这一只我都觉得 挺扎实的 本身师傅做的寿司也是挺好的 这两份东西挺特别的 是一个白纸 老实说这一样东西 如果你喜欢 就真的很喜欢 有些人就未必受得 这个是鱼的精狼 吃就是要吃它的滑 而且它很特别 它的表面是有少少脆的 咬入口它就会融化的感觉 所以那种质地是很特别的 今天师傅用了酸汁 都是调教过 叫做少少辟了那种独特的香味 挺新鲜的 即是吃进口都会融化 最厚 其实我都试了几款寿司 分别是散奶的 包括这个葱鱼寿司 它这份东西都挺大件 我觉得它都是 它的鱼块切得很厚 师傅放了一些姜葱的面 就可以辟了那些腥味 还有一件鲜白 这件东西都不需要多说 它的质地很有弹性 都是很粉嫩的 你看到它的颜色都挺漂亮的 试了一份的拖鱼 由赤身中拖和大拖鱼 三件这样吃的 其实今天它这个 我看到它比较细心一点 就是每一件的拖鱼 它上面的配料 都有一些不同的 吃进口 除了它鱼的质地本身有不同之外 其实它的调味 都发挥了一点点 叫做调起提鲜的作用 那今天都不用说了 这一份最美的 当然是这个大拖 即是吃进口 都是有半溶化的状态 赤身其实都不是太差的 如果你起码没有比较 就这样吃赤身 其实我都觉得是不错的 好了 那今天我们吃得差不多了 非常之饱 那今天其实 我觉得这间餐厅 其实最主要是 旺角 比较方便一点 在这条街上来说 我觉得它的质素是比较高一点 而且在这边 其实我觉得 看它的午餐厅 其实都是封简尤人 即是你由最便宜的 几十元的乌冬套餐 去到百多元 例如我今天吃这个 的寿司套餐 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而且很灵活 你自己喜欢吃什么 都可以很多东西 可以散开 又可以加购 其实整件事是比较灵活一点 而且这个地方来说 其实这里始终都是旺角 地方都会比较逼一点 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 旺角下来 大家的工作 吃饱饱之后 就出去打买 一些打机的配件 镜头的配件 或者再出去逛逛街 那好了 今天我们介绍了大致上 是的 希望大家也喜欢了 那如果喜欢 如果喜欢呢 终于订阅的话 快点点赞订阅键 看完片就点赞了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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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